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台湾防务部门28号晚上发布了通报话 当日总共有27架次的解放军机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其中台军方首次记录到一架运20空中隔游机 简称为运游20参与巡航 引发了导内舆论强烈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媒体将运游20的出动 与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 与拉脱维亚的国会议员访台关联到一起 暗示其中的警告意味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揭纵认为 运游20空中加油机日后如果大量复役 代表解放军空军战斗机将会大幅提升 在第一岛链外员甚至西太平洋空域的滞空时间和载弹量 帮军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等等护寒 可以有效执行对台湾所谓东部战力保存区的打击任务 也可以执行针对美军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指任务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远征营空军 除此之外 有军事专家指出 解放军已经有能力在任何方向夺取 并保持台海的制空权 在空天时代 泰独势力已经没有藏身之地了 这次混游20和混9型高新机互相配合 共同完成首次扰岛飞行任务 如果这件事是属实的话 那将会是混20型飞机首次完成扰岛巡航意义非同小可 那这次混游20型飞机来到台湾本岛周边 到底是空中加油机还是战役运输机呢? 混游20飞机扰岛巡航意义到底哪里非同小可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机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近期美国国会众议院5名议员旋风访台 还有波罗的海、三小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图维亚议员 代表团去到台湾出席所谓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 中国外交部就表示坚决反对 敦促有关方面 停止对台独释放错误的讯号 但以立陶宛为代表的波罗的海三国 似乎打死都要跟着美国走 炒作台湾议题 导致对话关系恶化 信报发表社评直指 立陶宛利用台湾牌向美国交投名状 哈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李飞说 波罗的海、三国一方面想借这件事 增加台湾在国际上活动的空间 以及提升他们的地位 另一方面更重要 就是他们想通过打台湾牌 挑拨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 但他们这样做也有一定程度的身不由己 因为背后受到的是美国的操纵 虽然有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经济体量少 对华经济依赖少的国家愿意受到美国的操控 去做这些反华先锋 但这种国家的数量非常有限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国家需要中国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严格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接着在11月28日 27架解放军军机巡航台湾 其中混游20空中加油机 更加首次延伸在那个区的空域 台湾的防务部门通报 解放军派出两架空警500空中预警机 一架混9电子干扰机 五架军6军杀机 一架混游20空中加油机 六架殲10战机 四架殲11战机 八架殲16战机 其中五架军6军炸机 四架殲10战机 一架混游20空中加油机 两架殲16战机分为两组 经巴士海峡飞到台湾东南部的西太平洋空域 台媒说 这次混游20和两架殲16战机一起飞过巴士海峡 或是为了演练空中加油战术 他能够出现在台湾本岛周边空域 都足够台湾地区紧张到手脚都腾腾震了 一架研究解放军动态的高雄中山大学学者林荣有分析 这次解放军很明显是攻击机群偏队飞行 混游20的空中加油能力 可以延伸解放军打击的航程 深入台湾的东南方 一定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和压力 他同时提到日本媒体日前曾报道 两艘解放军071型船户登陆艦 11月中旬穿越宇拿国岛和台湾岛之间的海域 并在台湾东北方演习 现在又有解放军机群 渗入台湾东南方 由于这两个是美军最有可能支持台湾的地点 不排除中国大陆在这里可能交战空海域先行演练 此外根据台湾防部门发布的解放军 在台湾省西南空域活动示意图显示 这次参与巡台的解放军机航程相较以往近远 甚至已经呈现出远处台湾岛西南方向对台实现半包围的态势 所以让杰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集的主角 运20空中加油机 运20空中加油机是解放军运20重型战略运输机的衍生版 可以同时采用飞显式和飞苗式空中加油技术 再燃油量大约60吨 以运20型飞机的运输型来说 具备连一级重装空降部队的投送能力 或迎一级轻型空降部队的投送能力 如果出动的飞机是一架运20再加两架运9 全部都是运输机构型 意味着三架飞机内可能带着一个简偏的空降步兵型 中国空军就算对空中加油能力一向都非常重视 相关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预言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实现了第一次空中加油试验 装备的部分第二代第三代作战飞机也具备空中加油能力 就算俄军在最近这几年曾经向俄罗斯引进过一批E-278M型空中加油机 但这型的机数量甚至比军路U更少 而且这些飞机最早是为了专门保障空军 苏30MKK机队远海巡航任务而准备 都算是一种任务突发的装备 所以运20型运输机的加油机构型起码有两个巨大的优势 一是加油机的性能足够好 作为俄军目前拿到的性能最好特定构型 载贺能力最强的战役运输机 运20型运输机的装有能力不单是之前军路U加油机的几倍 甚至比从俄罗斯采购的E-278M加油机更要劲 可以支持大机群重型战斗机在空中持续作战 2加油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由机体到主要分系统都是国产 制造全程可控 意味着这一型空中加油机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制造的条件 可以形成足够规模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机 加上这两点 实际上意味的是中国空军在不久的将来 已经具备在中远海 尤其是中国周边相当重要的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区域 促行大规模空中进攻 航空制海作战的能力 部分域外势力在特定的时刻 想要通过这些区域向台湾本岛投送力量 或者派遣核潜艇 向近海滲透 使用战略轰炸机 促行航空制海作战 这种难度显然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如果今次中国空军在台湾本岛周边空域 出动的是空中加油机构型的运20型飞机 看怕不止台湾地区空军要紧张到手阵 部分域外国家还不定更紧张 根据公开信息 这次中国空军的温游20 一度飞进台湾12海里 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 你明白的 台湾外事部门吴超涉28号 晚上的时候又出门说了一些狂妄的说话 他说中国脅迫的手段 很明显就是要台湾屈湾服 他还以更迟揭施底里的方式说 但是千万不要搞错 我们永远不要屈服在中共的压力 永远永远永远不会 对于吴超涉的这番言论 有网友就直接说 谁想跟你永远不屈服 是不是想作死 还有一些网友就讽刺说 美国不用妖台 你就已经屈服了萊豬的压力 更有网友表示 人家都不是要你屈服 到时是将你征服 你不要现在在吵一吵 到时又跑去美国就行了 吴超涉经常发布谋毒言论 国台版曾经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环顾的台独分子吴超涉 借各种场合 以各种方式疯狂散布台独言论 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和法理 在国际上 周围兜售台湾是主权国家的大话等等 吴超涉的相关台独分裂行径 是徒劳的 只会累积他自己的罪行 台放Mobile部门负责人邮国正 29日上午接受媒体采访 他那时回应 解放军这个举动 就是要慢慢消耗台军能量 并向台湾展示大陆的军事力量 就算是这样 邮国正还是这么嘴硬 他称台军将会展现出所谓 你有力量我们有应对的原则 掌握 验识 解放军各种机型 作为今后行动方案的参考 在涉台问题上 美国国会一向都扮演着Troublemaker的角色 其实很多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议员 对台湾问题是很无知的 没有什么概念 他们做的事 说的事 经常都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他们不是政府官员 每一次的串访都是称热到 做政治表态 收割政治利益 这些议员 是西方世界表达民意 消费言论自由的专业户 他们不用对国家治理 和对外关系实负负任任何责任 在那些国家的对华关系里面 一些议员成为了最激进的破坏力量 他们以后的反华表演 肯定会越来越多 但反华议员 其实是做不到西方国家台海政策的主导力量 当国际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多变 台独势力活动枪决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 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始终保持全市待战 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状态 以有力、有力、有折 多样的行动 坚决回击了域外势力的频繁挑衅 增涉了囂张的台独气焰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暉之前曾经表示 台湾和他的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近几年 解放军 军事训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突出实战法 仗要怎打 我们的兵就怎练 回顾现代战争 大家都不会忘记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就是登岛必先制海 制海必先制空 不用想到海下对岸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不然他们怎会对大陆军机在祖国宝岛周围每次飞行 每一个架次 每一种机营都记得这么清楚呢? 不理对岸的那些中国人是否承认 大陆军机的威胁性行动已经落入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这种感知显然异见 他们回避不了 中国大陆的实力摆在眼前 我们的军机不断在台湾本岛几分钟航程的距离上严正以待 我们的大量导弹瞄准了台湾全部主要的军事目标 解放军还充分准备好打击试图干预台海局势的外部军事力量 我国军机在台湾周边不论是例行性飞行还是威胁性巡航 都是向台独势力传递一个清晰的讯号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 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强导 在台独的任何方向夺取并保持台海的制空权 我们已经在空天时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已经历史性迈入战略空军缓难 台独西力将无藏身之地 我是你的军机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姬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